邱先生这辈子没啥其他爱好 就喜欢打打小牌 为什么许女士会认为 打牌对他们的关系造成了影响 这和他们婚姻解体 到底有什么联系 打女儿嘛 到高中的时候 我出去借人家钱 给女儿读书 到高中 重点高中嘛 她出去开那个 带人家送客那个摩托车 比人家很久了去 打牌 一年四次大忙的时候 就是在插压 是最忙最忙的时候 我把时间腾给她 出去做生意 我晚上回来 她说今天来牌了 我说你今天还能来牌 她说今天下了点小雨 没有事可做 比他们叫去大牌了 我说家里面这么多事情 你还不知道 有多少事情可以做吗 后来我就跟她争吵自己 生气起来了吧 那个家踹了我一家 一踹我痛得 挖挖的脚倒在这 我很伤心很痛苦 我很绝望 我跟她怎么样过 她竟然这样给我一脚 头两个又也不能做生活 住着拐杖 就伤得挺重的 是吧 下雨嘛 人家说今天下雨嘛 出去打个子牌吧 我说不能打来 我家里有事的 我就是人家外的朋友都懂啊 那为什么那次会动手呢 下午打牌 打败了回去嘛 她晚上在外面采样回来 骂我 睡觉嘛 她还是继续骂 烦 就一直骂被骂烦了 她一直骂 一直烦 我的早上骂 我就不出去做设计了 我的经历不出去做设计 给你干 小骂干干活吧 这样 她里面说 我跑到人家门口了 她至少一路骂到人家门口 人家开脑 人家听到 我说你再骂看看 再骂看看 她我就骂你 你走到那里 我骂到那里 我起到回头 跟她甩着架 我再骂再骂 我就跟她甩你架 就这样 骂你一次吧 没有多骂吧 她说你打呀 你打呀 我就上去 没有打她 我就等你一下 基本上她一小时 我基本上都骂我 都是这样的表现 都是这样的表现 骂你什么 你听她胡说 进度在家里面 骂她去吧 那天是逼她打的时候 我是骂了她 我说你打吧 我最多的 我说你打吧 打死我好了 我也不想过这个类子了 因为打牌 邱先生对妻子下了重手 一脚下去 徐女士处了一个月的拐杖 身体上的伤可以恢复 然而丈夫打牌 给徐女士造成的心理伤害 却无法抹去 损伤的是时间 损伤的是感情 有时间跟人家 那是女的 大女在那里看 跟她聊一遍啊 现在打出问题来了 打牌打出了桃花寨 这是怎么回事 去年是十月十一号吧 她跟人家那个女的 就是落在那里 打牌的那个女的 有去订阅 老板娘 正三妈妈 她晚上吃过晚饭 就出去了 出去打个电话 跟那个女的 就是正三妈妈 你们在哪里呢 她告诉她说 我在公园呢 你在哪里呢 那个女的回答说 我在路上 你了回家了 我要找你玩玩啊 把公园里去玩玩啊 她还向那个女的 表示 逐中有一位女同学 跟她有联系 正三妈就说了 你跟那个女同学 联系 小张小美人 我女工的还多啊 我说怎么了 她外面有一帮女人 听了呢 我帮她了 这个信息 你怎么听到这些东西的 是她跟她通话的时候 她无意间按照了落音 你怎么听到的呢 她那个手指 不用了 或那个新手指 她以后说 这个就是给你在家里面 五千万看一看 对应吧 你就这样发现的 发现的 对 听这段对话 你觉得你听出来了 什么问题 听出来了 我非常顺势啊 她聊二妹啊 跟她呀 所以你觉得这段话是 不但有暧昧 而且还有好多个 暧昧对象 是这意思吗 我气得好抖啊 我打个电话给她 我说 你外面有女人啊 她说 我这是 开开玩笑 你也当真 你马上跟我车子出去 开开人家 男人是不是这样 聊二妹 开玩笑 让你尽尽尽尽尽尽 还非常理直气壮 对 我说你这样认为 那好 我们协议离婚吧 把叫别人说 我们到公园去玩一玩 这种话你说了没有 这种话我讲的 为什么你会这么讲 会发出这种要约 这个约是干嘛 要公园玩我就打个电话 给她说一说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不要客气吧 客气 不要客气吧 表达客气的话 是约对方去公园玩 他会觉得这个行为 是有些随便了 这一点 邱先生怎么看 比如说你觉得 这太正常不过 还是你觉得 好像是有点 不应该 到公园玩 他基本上公园玩多了 不是为了 一个人 对不对 好